最近在我们的疫情之下 其实世界还是不断地在发生很多重要的大事 在1月22日 有一个导火线是亲信现任的菲律宾参议员 德拉罗沙收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通知 原本2022年才到齐的美签 突然之间美国把它撤销了 不准你到美国来 然后第二天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就说 我警告你们 你们是美国 如果你们对这件事情不更正 我会终止VFA 我会终止这该死的协定 好 之后事情继续发展到2月7号 他通知美国要推出两国在1998年 已经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 签署的军队互访协定 也就是VFA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Forces就是军事人员的 这个协定将在美国政府收到通知的180天 就是6个月之后终止 那一旦军队访问协定失效 我们会停止跟他们就是美国举行演习 菲律宾的参议员 赖克勋说 政府的作为显现在杜特蒂总统执政下 中国成为非常强大的势力 而菲律宾的政治分析家 杜松他说 现在检视这个协定正是时候 因为美国在全球的势力正在衰退中 而亚洲的崛起不是因为跟美国军事合作或签订协议 是因为亚洲国家首要关切的是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川普有在怕吗 川普有在怕你杜特蒂吗 他说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 我真的无所谓啊 反正就可以省下很多钱 你要知道菲律宾是美国的前殖民地 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禁轮 菲律宾的整个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抄袭美国的 所以菲律宾这样做 它代表了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杜特蒂或杜特蒂这么样的一个决定 基本上表面上的导火线 当然是他的亲信罗莎 本身到美国的签证被零时取消 而基本罗莎的签证被零时取消 跟杜特蒂铁碗治理禁毒 是有密切关系的 因为美国一直认为杜特蒂用的铁碗禁毒的方式 是违反人权 那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菲律宾的地位 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哪里 美国在冷战时期 它有个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目的在围堵苏联跟大陆 那第一岛链 它的念头叫日本 念所叫台湾 它的念尾就是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可想而知 而在东南亚的国家里面 东协十国 就只有菲律宾 它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而在二战期间 太平洋战争期间 它被日本占领 李登辉的哥哥 就李登钦 就曾经是派驻在日本 在菲律宾的驻军 担任士官 后来在撤退的过程里面 也参与了马尼拉大屠杀 最后死在菲律宾 后来入室 禁国神社 而菲律宾呢 在美军光复了以后 菲律宾一直是美国在南太平 南中国海 就南海 最重要的战略抓手之一 但是菲律宾人 对于美国的做法 把菲律宾视为准职兵力的做法 是高度不满的 所以当阿基诺三世的妈妈 克拉隆 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时候 她是菲律宾在二战以后 唯一的一位女性总统 最早的一位女性总统 后来有个阿罗约 那么克拉隆呢 基本在她担任总统的任内 把美军给赶走了 终止了美军进驻菲律宾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开放 什么苏比克湾啊 等等的做法 那李登辉当时也顺势推出了 台湾的南向政策 好 那么到了欧巴马的时期 欧巴马要重返亚太 所以有了亚太在平衡战略 而在整个南中国海里面 美国欧巴马最想要抓住的 一个是新加坡的藏仪基地 另外一个是越南 还有一个就是菲律宾了 而克拉隆的儿子阿基罗三世 跟他的母亲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他是紧紧地抱住美国的大腿 成为美国在整个南海里面 在西太平洋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马前竹 甚至还在美国背后引导之下 与大陆发生了黄岩岛之争 那就是阿基罗三世的 在美国导演之下所做的一件 让中国人非常痛恨的事情 好 那么在阿基罗卸任以后 阿基罗想要支持的 后的接班人并没有当选 谁当选的呢 是达沃市的市长 从来没有人想得到的 杜特蒂当选了 而杜特蒂一上来 就把炮火对准了欧巴马 就把炮火对准了美国 从欧巴马到川普 基本上杜特蒂是反美的 他的反美的立场 非常的清楚 而美国对杜特蒂也有很多的批评 甚至对杜特蒂刚才讲过 铁碗禁毒的方式 是有很多的攻击的 而杜特蒂呢 也针对了美国提出了很多 对美国提出了很多 非常犀利的言词上的批判 而杜特蒂的立场非常的清楚 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的良好 他也成为中国大陆 在南海中非常重要的盟友 所以基本上他的立场 他是远美亲中 是毫无质疑的 而这一次的罗莎的赴美签证 被撤销 提早撤销 更加强了他的信心 所以这一次他把美军 跟菲律宾互访的约定 他准备要把它废掉 这一废掉 对美国的影响当然很大 所以川普当然表面是不怕 但是对川普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啊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我说过了 第一岛链的链锁 就在菲律宾嘛 为什么欧巴马要跟 上一任的菲律宾总统阿基洛三世 有那么多的协定 希望菲律宾能够拨出了 苏比克湾等等十个基地 作为美军在菲律宾的驻地 目的何在 就是要与菲律宾 作为他在控制南中国海的战略抓手 南中国海的重要性在哪里 除了他是最重要的海上运输生命线 从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南海到西太平洋到日本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海上运输生命线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不要忘掉 南中国海是第二个波斯湾 它的海底石油天然气的运藏量 在1971年就已经被证实 它是第二个波斯湾 所以它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嘛 不是只有菲律宾 美国也在觊觎台湾在管理的太平岛 美国对于大陆 在整个南海所建的一些人工岛 美国也是视为背上之盲事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 杜特地这个做法 其实川普嘴巴说的硬 其实心里是紧张的 它势必是一个美国国安的问题 美国的一个亚太战略人问题 是必须要应对的 副主席 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 应该已经是心有力力不足 这个是现实 当时美国把中国纳入WTO 就希望把中国纳入了 西方所规范的环境里 然后进行临近革命 来改变了中国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去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应该是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 当苏联解体之后 华沙公约解散 北约却不断的扩张 就轻视了让苏联 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 它必须要重新再去对抗 整个美国为主的西方的势力 第二个就是美国在 因为反恐的因素 所以就进行了阿富汗战争 跟伊拉克战争 这两个战争打下来 十几年的结果 打掉了美国的财力 5.6兆 所以经过了这十几年 再回头一看 中国大陆的时候 已经长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欧巴马就希望了 所谓的重返亚太 重返亚太就一个目的 希望能够遏止中国 结果发现 慢慢慢慢快遏止不住了 到了这一个 川普上来的时候 他希望要做到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印太策略 也是某种程度 要来围堵中国 那这个时候 他换了一个战略上 最大的错误 就是说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这些亚太的国家 有一个特点 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大陆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那政治上 希望找一个盟友 来支撑 免得跟中国大陆之间 经济又要依靠 政治又要施衡 所以本来希望美国 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可是美国 整个的战略 做下一个最大的错误 常常逼这些国家 要选边 这些国家是不选边的 他只是说 我拉了你 来让我大一点而已 可是你却要我选边 福利宾就是一个 最标准的历史 福利宾就是被逼选边 被逼选边的结果 福利宾 那我不能选边啊 我本来是靠着你经济 靠中国 然后政治上 我靠你 他要保持平衡 对 中国大陆最大的特色是 不让他选边 一个逼着他选边 所以某种程度 就被推过去了 第二个呢 这亚太策略里面呢 美国也换了一个 价值上跟道德上 最大的 没有办法 说服的解释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把他界定 叫谁恶的国家 对 因为他是一个 极权的国家 他是一个 没有政党自由的国家 他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就价值革命 才能推翻的 好 那假如这个逻辑是对的话 那现在全世界 仅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还有一个很大的 叫做越南 越南所采取的 政治制度 跟中国大陆 一模一样 可能还要更集权一点 完全一模一样 经济体制 社会体制 发展着一模一样 结果一模一样的越南 叫做朋友 然后一模一样的 中国大陆 叫做敌人 只有一个道理 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说 我的道德价值 是狗屁不通的 我的利益 才是唯一至上 所以这些呢 东南国家的感觉也说 那既然利益 是唯一至上 跟你在一起是算利的 所以他们大家也在算利了 只有一个笨蛋叫台湾 现在还没有清楚 已经很清楚了 假如道德价值 是美国坚守他的阵营 最重要的标准的话 他怎么可以跟越南为友呢 越南当然是敌人嘛 对 怎么体制相同 改革的路子相同 改革的方法相同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叫朋友 一个叫敌人 一个是要拉拢的对象 一个是要打击的对象 你要告诉我 你的道德价值在哪里 所以这些国家是看得够清楚的 原来你是唯利是图 你的所有的表面的话 是假的 另外一个国家也慢慢在集醒了 那就是日本 日本你慢慢在醒过来了 日本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叫做正常国家正常国家 日本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不正常国家理由很简单 他的宪法是美国人帮他定的 他的定了和平宪法是一个国家不能维持有经历的 他的经历必须在美国的规范下进行的 对 但美国的 日本的经历是个 必须加上美国的经历的 日本必须提供他的国土 提供给美国来做一切 让美国驻军 所以你知道以前 在这个亚洲在开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 日本首相开记者会是没有人去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 不需要去嘛 华盛顿怎么收就可以了 对 中国开 大家去 以前的马哈迪开 大家赶着去 因为这两个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说了算 那个呢 现在杜特地也有人会去嘛 所以这里面呢 很看得出来 美国所有在亚太里面 推广的一个价值上 事实上他已经遭到了 更重要的是 他力不从心 他已经没有力量了